可以大概花了嗎? 真的嗎? Oh my God 你怎麼說這個花了? 真的是很酸 剛剛好的尺寸 對 喔 剛剛好尺寸 真的嗎?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TV 我是這邊路 我是依依 今天的有沒有看到 在這邊有一位特別的愛賓 大家一定有談過她 如果想follow 就是古桌啊 跟一些比較可愛的宮裝穿搭的話 那一定有用過她 我們歡迎 秋林 Yay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林騎生 可以叫我小林或是騎生 我的頻道是在拍 有關穿搭跟日系啊 或古著 還有一些生活旅遊的主題獎的 剛剛想問你才是全體獎的 我的身高157 欸? 欸?怎麼? 其實還蠻高的 然後不算是小個子 妳是有把自己歸類為小個子嗎? 有一點 因為我的朋友很多都是163 超多的 然後就覺得好像自己是小個子 那我們今天要來探討一下 妳是大概從計算來接觸穿搭 如果說認真穿搭的話應該是大三 開始而已喔 大一大就 就是有點混 就是沒有在認真穿衣服 但是會欣賞人家穿 可是自己沒有認真的來研究 那一開始妳就是走日系嗎? 還是其實妳有走過韓系? 喔有 大一大不會穿的時候就是先走韓系 喔 真的好 穿就覺得好像有點喬 結果就看起來很奇怪 但是我一開始接觸日系其實 就是最開始是先看古卓 喔 對對對 因為我蠻喜歡古卓的靠古卓的穿搭 然後後面才慢慢的看到IG上面很多人 就是日系的那種風格 那一開始看到古卓 反正是看誰的安全 妳是某個藝人之類的她喜歡古卓 好像沒有我都是看古卓店的店員 因為我覺得古卓店的店員很會穿 然後很多其實他們自己除了會穿古卓之外 他們會混搭一些可能日排的服飾 然後就好厲害喔 就開始慢慢的去發動 對對對 再來那第二題好 配歷史 請問妳以前穿什麼 我現在大部分我都穿得比較寬鬆 但也不是說邋遢那種 但我以前不太會穿的時候 我真的都是買那種剛剛好的尺寸 對喔剛剛好尺寸 妳就會想說穿起來很適合啊 可是我的身型是不適合穿得很緊身的 就比較瘦 就會反而很像一個骨幹 就是不好看 所以我後來就 就是慢慢的在穿那種太貼的衣服 那是因為韓系哪 台灣挑戰比較緊身嗎 有沒有韓系有一些比較寬鬆 可是我以前可能就會買 Unicorn 然後可能白色T恤我就會穿剛好的衣服 欸 桌菜式欸 對 而且我以前是不會 會紮上半身的衣服 就是讓它剛好的這樣子 然後妳在那裡拿攝影 就會變得很容易穿成什麼五五身 對 喔 這是之前的黑歷史 小時候 國小國中 我曾經買過 欸我剛才妳以為 流行活徒在另外 有有有 就是在紅極意識的時候 Dara有穿一根翅膀鞋嗎 就是艾達然後長出兩片翅膀 我知道 真的 真的 是國小時候 對對對 有有有 我有看過 就是隔壁伴手袖 有穿嗎 這是我啊 這是我啊 我就上網買 然後買回來 買回來說什麼 怎樣批小費 是不是 就是買過很多 你現在看會覺得 可是當下其實蠻流行的 對 就是覺得忙碌的跟隨 欸好像這個流行 我還沒看 像她去以為自己就是 就是後來去看的時候 就覺得好適合 對啊 然後還有我曾經挑戰過很多 螢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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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 我有 我國中都很愛 螢光色 尤其是那時候就是運動系 很愛螢光色 一定要螢光色 然後我就會 之後再想 就會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會穿一些很亮色系 的東西 骨蛙鞋子 會很愛翻一些比較 那時候就很流行 嗯 可是那時候自己就會覺得 現在很流行 那一定要買 對 不是因為自己喜歡這個 誰買 所以想到木根誰流行 剛回頭看會覺得很好笑 對啊 接觸日系的氣質 氣質 大三算是我大學 總部開始摸手 想做的事情 的刺激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大四的鼻子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在做什麼 就是念廣電系 對對對 然後就是想要做頻道 然後我就想說 欸那我要做什麼主題 然後我就想到 好像可以做做看 或者是穿搭類的 然後可是我那時候 就還不算是很會穿搭 我就是我會欣賞 有那個腦袋 可是我還穿不出那些東西 然後我就開始看很多IG 或是自己上那個網站 就是看一些線上雜誌 對 大概是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看到很多日系的動格 所以這樣是你接觸日系 第幾年了 第二年吧 那會覺得很難嗎 日系在台灣算是蠻效忠的 主流應該還是韓系 超級多 或是你要去剪頭髮的時候 會很難對不對 就是日系的頭髮 日系的頭髮很厲害 對 尤其是短髮 會有那種造型 對要弄那種髮油 會很難嗎 一開始有一點點 但是後來慢慢就是去找 就是實測自己的就還好 而且我發現日系其實 它有很多種直線 看下去就是大部分都是日系 可是其實女生來說 有分那種比較甜美的 或是就比較文青復古的 然後也有那個比較知性的 那你自己覺得是自己 叫屬於那一類 欸我跟你說 我很跳動 我大部分應該是比較 復古文青那種 可是就是我有時候也會 很喜歡那種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 有什麼大臉片 就是偶爾也會 欸想要來一下 想要來一下 對然後最近 就是看到很多那種 日系的就是 可能線上選 或是IG上面很多 都是比較知性 比較親自的風格 就最近也有在 涉獵一下 對 對對對 因為我自己接觸 日系的話 是跑得去日本留學 因為我在去日本留學前 我其實還是走韓系 對然後我覺得 我的韓系走得有點四五線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滿 就是只有一個三 對韓系很多都很 很高 他們穿都很強 而且很講求那個 協調 對 喔 貼水有沒有 就會覺得 欸自己走得好像四五線 然後自從到日本之後 因為那時候不太喜歡那種 就是比較甜美的感覺 我會穿得比較 碩嗎 然後就是可能一件小型的 對跟一個裙子這樣子 然後去日本之後就發現 欸怎麼穿這麼多層 對啊 真的對 就是一樣西服一樣西幾件 大家很多層這樣子 對超級多層 然後從 就從那時候可以接觸 嗯 現在應該是第三年或第一年 可是跑來台灣的時候 就覺得 要找到自己喜歡的 會比較困難 因為 主流是屬於比較韓系 然後我要買的話 我可能都要從日本直接買 喔 要不然 像一般也有款式是代購 嗯 對 日本還是稍微少一點 對 可是像這幾年 會不會好像越來越 我也覺得有欸 少會變超多的 日牌欸 我自己覺得 就也有越來越多女生 在嘗試日系 日系 對 這幾年也有變多 那你如果推的話 你都會去哪裡嗎 其實我好像很常在網路上買 然後我沒有很固定 一定會買哪個店家 我會看很久 但我也會在網路上 看一些日本代購 最近還蠻喜歡看的 我現在在工作的那個 就是一個服飾店 然後他也是日系的 就是 但是他是就比較偏可愛 這樣 因為他還花了 真的 Oh my God 你要放過這個畫面 哇 真的 真的 就是 不少了 這樣 但你會把你的衣服拿出來 就是很爽快之類的 會欸 我大概可能 三四個月 可能會少完整理一下 所以你 這衣�也不是屬於包掉那種嗎 小寶 好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你剛剛有收張 你是157 但你選褲子啊 或是選衣服上面的話 你會遇到什麼困難嗎 或是你會特別注重什麼點嗎 困難 就蠻多 落地的褲子 很不好買 就是 不是 就是可能這幾年流行那種 那種 那種皺皺皺 然後白色的那種 褲子 不是我每次看那個model的照片 你都要去查 就是看一下下面有沒有 附那個model的身高 他如果寫那種165 Oh my God Oh my God 對 他穿起來剛好嗎 那種褲子 對 要去稍微看 這是比較困難的點 那你都會看那個褲長之類的嗎 褲長 我會 但我 我好像沒有特別寄完 我大概都穿幾公分 我都是每次看到那個商品 然後就是在家裡拿一下那個布置 然後這樣 放下去量 好像很像嗎 啊不行 所以你是會去每次 先看好之後再買的人嗎 對對對 現在已經很少買到那個 尺寸褲合的東西了 對 但是大學以前 就是會很容易買到 可能大一號 或是長了十幾公分 就不能穿 所以你高中或大學的時候 有在看台灣的網牌嗎 有欸 我就一直都有在看他 對 以前就是那種 Cream shot 我一直看他還是錯了 有時候會有一些單品 就比較平價 有禮拜禮拜四上行 就是各網牌上行的時候 我回家第一天是一個打開 先刷新的 然後 我本來就會先看一下 看也好 就是大概知道 最近在一起在流行什麼東西 這小時候買的東西 超級厲害的 因為我比你超厲害 155以下要買褲子超級皮 入頂 而且有錢 買什麼都會變成落地 然後 而且是彩髒的這樣入頂 通常呢 就是我買褲子的話 我大概會選在 就是要落地的話 大概是95公分 差不多 腳踝的話大概是90 對 差不多這樣 小褲子的話大概可以穿 這個長度 就是你買到褲子會比較剛好 喜歡你挑沒有 喜歡你挑沒有 OK 台灣的話 我是蠻喜歡Map 對 然後 像大學前 就開始看他的影片 然後 他那時候剛開始在做 可能化妝 就那時候還不會化妝 也不會保養什麼 就是要以小資跟大學生出發點 我覺得蠻脆弱的 然後他就開始做傳達 我就覺得也蠻喜歡他的Vogue 我還蠻喜歡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那個雙層公園 有 有 是哪一篇啊 有點忘記 會不會是那個嗎 那個短頭髮的 對對對 對插畫加香香之 對對對 他超可愛的 對 然後他穿衣服也 蠻有set 對 很有自己的風格 都喜歡 都是很頭髮 沒有沒有 就剛好 剛好是不是 那我的畫 我也是看Map 蠻喜歡的 就是本人也很可愛 他跟我一樣高 看他影片的時候 就是完全可以參考一件 沒人穿的話 我就一定能穿 日本的話 我很喜歡一個叫做 ASAKIINYO 它是整頭髮 然後頸髮 然後還有現在有出了自己的品牌 叫做 POPPY 我們叫色彩並分 現在片外有是 如果總穿搭的話 都會做自己的牌子嗎 對很多欸 對這個 喔欸好可愛喔 貫徹他世界觀的品牌 我覺得其實現在要做這種品牌 其實蠻難的 因為現在流行換得太快了 超快的 超近快 真的是一週 就不一樣 對啊 現在要做品牌實在非常難 然後 品牌很多 自己要有特色 對對對 要跳出來其實非常難 大家在日本開的話 是要預約才能進去的店 喔喔預約制的那種 對預約制的那種 你覺得 喔好高級 對啊 日本的話一定要選 然後加上它定價不太便宜 就是1萬以上 就所有單品都是紀錄 就是它定義會比較品質 它有個品質 對對對 像要翻翻看那樣子 我想去日本 對 重點 我想去日本喔 最後一個是 你買衣服 所以住手 所以住手 哇 我覺得第一也一定都是覺得 這個蠻好看的 然後再來會考慮的是 穿在身上會不會自在 或是說它不時穿 時不時搭 因為有一些衣服 它一看很可愛 或是很好看 可是你就只會穿哪一次 對 就是它跟其他衣服 不好搭配 那我可能就會再考慮一下 除非它真的就是 特別的不行 而且它跟我有差不多耶 第一眼也是看它好不好看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它到底是不舒達 因為我覺得很容易衝動過 會 就覺得好可愛喔 對然後就喜歡 然後那個理性的抓住你之後 你就會 好像這樣 對 對 那你帶來購物的時候 是會 就是看到它之後 就把它賣還是 先泡到購物村裡面 想了一個禮拜嗎 我覺得我很難賣 不一定耶 我有時候會蠻果斷的 但有時候我可以考慮很久 就是我是可以那種考慮兩三個去 兩天就很久 對然後就很長 就是放著 然後就是我每一期留在想它 就是我墊的不是它 然後就是放著每天 就是大概四五天看一下看一下 就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對它有點冷卻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 還是很好看 好像可以下電影 再等一下 有時候會脫很久 很理性 所以是偏理性嗎 逛網路的話好像會偏理性 可是如果我是逛現場 私機店面 有時候我想說 好像也只有這個時間逛街 或是如果 大概下次來這間電影 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時候就會比較衝動 真的假的 這好像跟我遇到的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都知道幾乎都是 就是放我十幾的時候 會比較理性 對 我再想一下好了 然後放網路的時候會覺得 啊如果一賣完的話我就 賣不到 然後就 欸 但我也屬於三思很久在買 我通常不會一看到就買 很好 對 然後就會想很久 然後一直問別人一件 喔 那你就買 你不要再忘了 就買 對 朋友都說你就買啊 然後媽媽會說 你不要問我一件 你自己覺得 好的那這個就是我們 找了很多學費 一路走來的 穿搭 那好分享 如果你還在蜜茫 就是 或是在摸索嘗試 不同新風格的人 可以參考看看我們的 進入歷程 對 希望有幫助到你 再宣傳一下你的頻道 我的頻道叫小林其身 就是影片大概都是在做 穿搭 然後日系 或是古著 然後也有很多 生活跟旅遊的主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耶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有什麼意見的話 或是有什麼想法 可以想要跟我們交流的話 就可以在下方留言 來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別忘了去追蹤他喔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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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